第八百六十五集 也是混远镜五层天的总裁判之一 他朝着北宫子豫微微抱拳示意 七小姐的人自然地位比我等侄儿要高 外加上擂台大比生死有命 穆长老还是算了吧 对 穆施主全且算了吧 边上的真空寺吴玉主持也腾空而起 双手合十朝着北宫子豫行礼 玄机说道 擂台分生死也是正常之事 两个老家伙也想要讨好北宫子豫 枉你们还是一派长老一派主持 我穆某人不屑于你为伴 穆随愿撤回自己的长剑 遥望着夜晨冷笑道 夜市天可不是轻善之辈呀 杀伐果断无所忌惮哪 他再看向吴玉主持和林宽长老笑道 要是在金佛密宗之地中发生了什么争执 我怕两位门下的弟子没有一个能从他的手中逃脱呀 帝尊静九层天 媲美神王静的战力 好厉害的人啊 这次金佛密宗之地 我看让他一个人进入就行了 其他人总然再多又有什么用啊 话音一落 下方不少宗派舞者神色怪异地看向夜晨 当中尤其是紫天宝 雪英宝 展日派 日月宗等五大派 仅次于金刀门等四派的门派 他们的弟子 尤其是带头的弟子 皆是天榜前二十 战力不差王鹏和穆峰多少 此刻却是无比凝重地看向夜晨 雪英宝的弟子匡白不仅言语道 对呀 咱们看着夜市天和穆峰的恩怨情仇 倒是忘记了他的战力 好生威风啊 我等恐怕要联手才能抗衡他 对呀 恐怕不止要几个人联手 得十来个人联手才能抗衡吧 子林宗林轩故意说道 我等还是进入金佛密宗后 直接突破到神王境吧 不然再多的入神境九层天 可都不是夜市天的对手啊 入神境九层天巅峰的木峰 可都被夜市天直接捏爆了呀 对 进入之后联手对付夜市天 进入后 直接取得神王气破镜 再对付夜市天 不一会儿 已经有好多入神境九层天的天骄相应了 各自都是天榜强者 此刻却都目标一致 要对付夜臣 逐心之眼啊 引起所有人敌视我 夜臣抱手看向木随愿 冷声道 老家伙 你最好别让我进入神王境 否则我定灭你金刀门 木随愿 一句话将我置于所有人刀尖之上 让所有人觉得我实力太强 要对付我 好 那我就在金佛密宗突破 再杀光你们金刀门的弟子 等到晋级神王境 可杀混元境时 灭了你们金刀门 各位 这一轮继续吧 吴玉主持神色有些不一样 看了一眼夜臣 眼中却闪过了一道杀意 林宽长老也是如此 之前想着讨好北宫紫玉小姐 倒是忘记了 夜市天并非是废物啊 反而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这么强的跃及能力 等所有人进入金佛密宗之地后 谁抢得过他呀 夜市天需要筹谋对付一番了 否则我派弟子恐怕得不到什么好的神王气了 慕随愿等金刀门强者 虽然罢手 却是说出了一番诛心之言 领得夜臣瞬息间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目标 几乎所有宗派的强者都注意过来了 夜市天不简单 正常时候底尊境九层天 可站入神境九层天 关键时刻 更是可以爆发出神王境七层天的战断 岂不是进入金佛密宗遗址后 少说得一二十位入神境九层天合力 才能抗衡得住他 夜市天才是最危险 最应该除灭的一个人 近乎同时间 百派舞者 尤其是入神境后期的舞者们 都下了一个决定 为了金佛密宗 尽可能抢夺更多神王气和混元仙气 以及更多金佛传承功法等 进入之后就得突破神王境 到时候 数位神王境天交合力 还怕打不过一个夜市天吗 百位天榜强者皆是入神境九层天 这些年有的是刚刚进入这个境界 有的停留在这个境界很久 都想要进入金佛密宗 尽可能夺取更强大的神王气 甚至混元仙气 但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 先突破解决夜市天再说 金佛密宗之内 合道境无法进入 混元境和神王境 进入会压成入神境九层天 但是 进去的入神境九层天 突破神王境之后 是不会再被压制境界的 反而是众生念力允许的行为 虽然可能会破坏金佛密宗遗址 可能出来后 整个遗址崩溃 但管不了这么多了 往次没有人敢突破 否则会成为众矢之地 率先被人针对 很可能陨落 但现在不行 不突破可就便宜了夜市天了 第七轮 我不参与 匡白言语一句 开始闭关起来 准备进入金佛密宗就突破 我也不参加第七轮 林轩打败对手 下台便准备闭关 我也 我也不参与第七 不少天交舞者都宣布 不参加第七轮 都趁着最后一天的时间 将状态调整到最佳 争取进入金佛密宗后 直接破镜 然后夺取十八柄混元仙气 入神境九层天的天交 尤其是各派天交 像是念心和尚 林轩 匡白这种天交 一旦破镜 很有可能直接抵达神王境二三层天 当然 这取决于使用兵器的级别 像是金佛密宗之地 所蕴含十八柄混元仙气 三柄合道神器 若是以此来突破 他们可能一突破 便是神王境五六层天 犹如韩云一般 利用九品仙气突破 直接到了入神境七层天 破开大境界后 连续破开多少小境界 取决于两个要点 第一个自身抵运 第二个所用兵器级别高低 而此刻 所有人闭关突破 目的无比明确 在金佛密宗灭杀夜市天 都不准备打第七轮 看来第七轮 我碰不到像样的对手了 夜晨有些无奈 第七轮参赛的不到三百人 都是散修 入神境八层天一百多人 其他都是入神境九层天 但毫无疑问 战力根本无法 同门派弟子相比 他估算着 民间舞者的入神境九层天 战力顶多相当于 宗派入神境七层天的弟子 都在闭关 难道金佛密宗之地 有很多宝物 那是当然啊 北公子玉解释道 金佛密宗之地 那可是当年一个中等宗派啊 全部的地域都在里面 当中十八位金佛 所用十八柄混员仙器 至今没有一个人取走啊 两位主持所拥有的 三柄一品核道神器 也没有被人取走 最关键的是 金佛密宗 金佛文池 据说有脱胎换骨之能 至今没有人进去过 他看向夜晨 微微笑道 师父 你要是去到金佛文池 指不定肉身得到洗礼 能直接进入化缸漆呢 化缸漆 金佛文池 听起来倒是和洗龙池有些类似 夜晨记得 千诀之城百宗大笔的时候 静水先生的洗龙池 也是洗礼肉身用的 自己吸纳了洗龙池的力量 肉身得到蜕变 若是再进入金佛文池洗礼 肉身抵达化缸漆 应该不难 十八柄混元仙器 三柄核道神器 若是利用核道神器突破 夜晨忽而一笑言道 我估计能直接进入入神境四层天吧 要是别人的地尊镜 用核道神器突破 百分之百晋级入神境九层天巅峰 但是夜晨很难 它需要大量的滋补力量 每一个境界所积累的东西 都远超同倍十倍 甚至百倍 这也是它能依靠自身 跨越一个大境界的原因 若是用核道神器突破 那我甚至可以提前领悟 部分空间法则和时间法则 完全运用并且掌握不太可能 倒是可以将得到的 部分时间法则之力 融入寂灭之力中 空间法则融入杀戮之道 和不灭剑道 我必然更强 夜晨憧憬三把核道神器 也因为有这么多兵器和宝藏 乾坤之地才会汇聚百宗 展开擂台赛 尽可能送天骄 进入金佛密宗之地吧 很快 第七轮比赛结束 根本没有什么天骄参与 夜晨直接拿下第一 一夜无话 第二天 夜晨跟随着郑伯 以及百派之人 来到一座深谷之中 万米之深的裂谷 下方更是有一层浓郁的金光屏障 看来 这就是西年的金佛密宗 两位主持陨落之前 动用空间法则布置这个禁制 夜晨细细打亮着 同时发现身上黑色石头再次剧烈地抖动起来 无比强烈 他扫了一眼轮回墓地 便发现有三块石碑剧烈抖动 显然可能是三位金佛要出来了 看来轮回墓地远没有那么简单 若是有三位混元镜金佛相助我 哪怕灭绝金刀门也不在话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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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